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耶老闲 一个和大家讲耶稣、讲老人家和那些消闲娱乐业的频道 我是Raymond 今天会继续和大家一起看这本《由国家地理》杂志特罕出版《秘密社团》里的第一章《古代神秘信仰》里的麦特拉教 麦特拉教是源自于印度、伊朗的天神麦特拉或者叫麦特拉斯 相传他是由石头中诞生出来的,他被描绘成为拯救者一样的神 他的动作通常是在屠宰一头献祭用的公牛 或者跟太阳神索尔一起共享盛宴 麦特拉教绝对排外,申请入教的人必须通过七阶的入会仪式 才能成为圆满的教徒,伸得欺勾耶,意思是因握手而团结 这个入会仪式会在一个好像动月的空间麦特拉寺里举行 空间约为25公尺深,10公尺阔 参加仪式的人最多可以有30位 他们会在麦特拉、汤牛的神像前一起用餐 分享面包和葡萄酒 入教的程序非常复杂 里面有七个不同的位阶 处于前三个位阶的人都只能当是新人 只有第四位阶以上才有资格供享神圣的面包和葡萄酒 在第七最高位阶的教徒称之为帕特,意思是教父 麦特拉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相信人在善恶之间挣扎 恨意的人最后会有回报,可以上天堂 作恶的就要落地狱 而12月25日对他们两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哲刑 这个很有可能,其实两者都受到太阳神教的影响 这个宗教非常注重东智 在公元第一和第二世纪 麦特拉教是基督教兴起的最大对手 当时这个宗教非常流行 考古学家正在罗马就已经发现420多个 麦特拉教有关的遗址 以及超过45座隐密的麦特拉子 我的资料在哪里? 全部都是来自这本秘密社团 喜欢这条影片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分享和订阅频道 拜拜